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他们天骄之间的事情 跟我们关系不大 传令 其他战舰 跟随我 继续清剿附近邪魔 后穷大的剑气 这是谁啊 剑斗修为卢死高神 好一个一万无钱无可匹别的剑气 不过就这样 可别想胜过我 清凤剑气 那是隐名仙剑 归藏剑中的元启文 元前卷 不愧是少九届的天骄 看来本小姐都是小乔的元启文 和来自小世界的张凡了 元启文也就罢了 没想到那张凡还真有点实力 那么 我也得展现一下我们的实力 好好 这些仙剑隐藏的天骄 果然照主人所说 你哥哥出现在了前线战场 绽放出你们更加耀眼的光芒吧 不相争讨 不相思达 比你们中只有一个人 还是最照眼的天骄 哥哥好像有谁在探场吗 张凡人见到无疑 这次就算平手吧 不过下次我一定会赢 哦 我倒觉得会是我 不过 这次魔戒的伏击 总给我虎头蛇尾的感觉 第一次到战场我也不了解邪魔 不过仔细回想的确 说起来 我刚才战斗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窥视 在那个方向 你有这种感觉吗 哦 有人窥视你 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或许是你的灵觉比我敏感 但若是真的如此 恐怕魔戒之自伏机 是另有企图了 哦 算了 这种事情暂时还是让那些 仙界大人物去偷疼吧 我之后会把这些事情和我师父说 还是交给他老人家处理吧 主人 师父 主人 没想到和这些邪魔在虚空中战斗 还挺麻烦的 在虚空战斗真的好麻烦 我们不能出岛像师父你们一样 到虚空中去 只能一通浮空岛 让一些本来我一见就能灭的 妖妖给跑了 你们多加修炼 早是卫裂仙班不就没这种麻烦了 我们也能成仙 这当然可以 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的 账法 就像我之前说的 有人定上你了 朱雀仙界的刘若霞 南极仙界 神骁欲轻踪的徐冲 袁姐姐就不能在介绍我的时候 给我加一些修士词吗 这位就是来自天地大陆的张凡小哥哥吧 刚刚我看到了哦 好强的剑道 一般一般 也就跟秦文打了个平手 我也先走了 我很看好张凡小哥哥 你之后的宣摩阵场上的表现哦 不过 到时候请小心一点 之前那片雷海和那朵红莲 就是这两人吧 是的 别看名声没之前莫穿大 不过 这只是上九届 将自家天交隐藏起来 名声不扬而已 嗯 实力的确不凡 看来这次仙界联盟动作很大呀 我对接下来的仙魔战场 更加胆兴趣了 到时候不单单你我分出个胜负 也能和上九届 下二十四届的仙界天交门 比个高下 这个世界 就是仙魔战场之一 血缘战场吗 是的 血缘战场 这座战场除了最古老的几个仙界 无人知道存在了多久 数十万年 漫长的岁月 无数仙魔陨落在制作战场 诞生了这片血雾 虽然血雾基本上都在大陆周围 但战场最中心 就是血雾源头 血雾浓迷惑人心智 力道一定要避开 多谢仙子提醒 不愧是仙魔战场 这直接拿一个小世界作为战场啊 这里本来也是一个正常的小世界 仙魔入侵这个世界 仙界联盟只来得及撤离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随后无数次的大战 让这个世界彻底毁灭 若是之前没有击败那只台虚邪魔 天云大陆也有可能变成这样 是的 大家都要加油啊 天云大陆还要靠你们呢 师父 我一定会在仙魔战场 好好磨练自己 主人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请尚先放心 这就是我们仙界联盟 在轩辕战场的要塞 也是指挥部 那我们好好休息一番 然后就是期待仙魔战场了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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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